北京时间10月14号,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南夏,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纪念大会,与会期间发表了长达50余分钟的讲话。 现如今,中美关系紧张,中国内部经济发展也有诸多挑战。 所以,在这席讲话中,习近平释放了很多对未来的展望与信号。 今天,我们来简单解读一下这52分钟的讲话到底说了什么。 首先,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要全面扩大对外开放,中国今年面临着异常严峻的国际形势。 年初的新冠疫情以及其后的外交风波,使得因贸易战已经紧张的中美关系降至新的地点。 而外界对中国政府最初应对疫情不利的质疑与指责,给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带来重创。 此外,新疆、香港等人权问题也让多个西方大国的对华立场变得强硬。 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以及对外贸易等受到严重挑战。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与科技创新的前沿,深圳受冲击明显, 在美国政府针对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中,华为、中兴、腾讯三家公司总部设在深圳。 对此,习近平承认,经济特区发展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。 他表示,当今世界处在动荡变革期,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,保护主义、单边主义上升, 世界经济低迷,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,国际经济、科技、文化、安全、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。 他提出,经济特区未来需要全面扩大开放,我们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组, 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,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,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, 欢迎世界各国更多地参与中国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发展, 构建共商、共建、共享、共赢新格局。 除了扩大开放、吸引国外技术资金之外,习近平还多次强调自力更生与深化改革, 这是中国目前在遭遇欧美国家的技术围剿下最佳的出路。 这次到访深圳,是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后第三次视察广东。 与前两次相比,习近平在此次行程中多次强调自力更生。 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常见的一句口号, 当时面临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的封锁, 毛泽东希望中国通过自力更生,艰苦奋斗实现突破。 如今,习近平重提这句口号,是中国险峻外部环境的又一标志。 习近平在14号时讲话时称, 目前,中国改革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, 复杂程度、敏感程度与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。 为此,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。 他再次提到,中国正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,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, 要坚持供给侧改革, 使生产、分配、流通、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, 供给满足国内市场需求。 在此之前,他还在此次前往潮州时视察一家电子元件制造企业, 并在当时强调自主创新的重要性。 他表示,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, 中国要走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。 当然,自力更生这句口号并非空题, 习近平这次还给深圳带来了开放更多自主权的机会。 10月11号,在习近平抵达深圳前, 北京发布《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》, 在重点领域改革上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给予深圳更大自主权, 推出27条举措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。 文件中称, 深圳将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的国际化营商环境, 进一步完善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, 放宽前沿技术领域的外商投资准入限制,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及科技创新方面的制度建设。 同时, 深圳还将完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, 加大制度性开放力度, 扩大金融业、航运业等领域对外开放。 在讲话中, 习近平还提到要继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。 这次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会的讲话, 更像是一场动员会。 众所周知, 改革开放40年的饕餐盛宴即将散席, 那么, 下一场宴会将如何续上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? 与之前40年不同的是, 现如今的中国日益强盛, 西方发达国家各个虎视眈眈, 设置障碍, 如何在夹缝中生存, 如何在逆境中突破, 是习近平对未来中国发展最大的渴望。 所以, 正如他在讲话中所表示, 中国要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, 要动员整个国家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努力。 当然, 也有时政评论人士对于这番讲话传递的信号, 有着负面的担忧, 因为习近平在讲话中, 一方面全国动员, 一方面又强调深圳的特区地位, 既然有特区, 那就有更多的普通地区, 如果只有特区可以特立独行, 冲锋杀敌的话, 那又何谈全面建设, 共同发力呢? 所以, 对于除深圳外的经济政策与制度, 也会是中国是否能够均衡发展, 全面成长的一个重要条件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,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,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, 我们下期再见哦!